苹果今天发布iOS 17.2系统更新 更新至iOS 17.2后 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使用者 现在可以录制空间影片 这项突破性的新功能 可以帮助使用者捕捉生活中的珍贵时刻 此外,使用者明年初开始 可以在Apple Vision Pro上重温这些记忆 在设定中启用空间影片拍摄功能后 使用者就可以运用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 现金的相机系统以3D方式捕捉喜爱的时刻 空间影片在标准动态范围内 以每秒30影格的1080p格式拍摄 透过现金的运算摄影技术和HVC压缩 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 已经巧的档案大小提供令人惊艳的空间记忆 在iPhone上拍摄空间影片 就像在iPhone上拍摄一般影片一样 简单,开启相机APP并选取影片模式 将iPhone转至横向 点按空间影片标志 然后点按录制 iPhone会开始用先进的主相机和超广角相机录制影片 并将超广角相机的视野缩放至吻合主相机的视野 然后将内容储存至单一影片当中 空间影片在Apple Vision Pro上变得栩栩如生 透过iCloud,使用者将能够在照片APP中存取整个图库 以真实大小比例观看具有绚丽色彩和经验细节的影片 在Apple Vision Pro上 空间影片可以在视窗中播放 也可以扩展为沉浸式检视模式 将使用者带回影片中的时刻 例如与朋友的庆祝活动或特别的家庭聚会 iPhone上的空间影片拍摄功能 在Apple Vision Pro首度亮相之前推出 让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使用者 可以开始捕捉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的时刻 并且从使用Apple Vision Pro的第一天起 就可以观赏空间影片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